第四百五十八集 说吧 手抬了抬 示意他坐下 李广年如此才敢落座 之后便到 哦 都听说了 自始胆颤心惊 早知石殿下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性子 可是这些年 他也没把叶家怎么着啊 还以为是多少要顾着 宫里老太后的颜面 没想到叶家二老爷 只不过是抽了天赐公主一鞭子 他居然把人给打死了 这是不是有点过了呀 他小心翼翼地看着五皇子 也不知道这外甥是个什么态度 过 五皇子冷横 过吗 也是 舅舅虽身为内阁大学士 但对我们东秦的律法 实在是不怎么通透的 毕竟通透之人 不会干那种卖卖靠题之事啊 李广年一哆嗦 啊 五殿下这是何意啊 何意 君母风差点没笑出声来 他直指自己这一声 这事到如今呢 舅舅还是要同本王装傻冲浪 那本王这罪可就白糟了呀 你能有本事求到我母妃跟前 能有本事让我母妃逼得本王不得不去做那个事 哼 怎么 眼下连个真相都不愿承认吗 本王还真是帮了个白眼狼啊 李广年哆嗦得更甚了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 我只是想说 有些事 还是不要污了殿下的耳比较好 君母风想 如果不是他自己是个傻子 就是这位舅舅把他当成一个傻子 否则怎么可能会说出这样骗傻子的话来 你都敢威逼利诱我母妃 让他再来逼迫本王必须帮着你们去杀人 还提什么不要污了本王的耳朵 李广年呢 你是不是以为本王是个好拿捏的 随便你们怎么错摸 我都只有乖乖听话的分 不是不是 殿下误会了 误会 母妃说本王今后还要仰仗李家 所以现在必须得为李家卖命 哼 本王倒是想问问你 这话是你告诉母妃的 那你便当着本王的面再说一次 本王仰仗你李家什么 日后如何那是日后的事 可时至今日 本王可是没有依仗你李家半分 反倒是你李家 一而再再而三地来烦扰本王 没完没了地让本王替你们擦屁股 李广年 你跟本王说说 你们李家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 如此威胁得了母妃吃定本王 凭的究竟是什么 这是五皇子一直以来都疑惑的事情 李贤飞每次面对李家的事都很积极主动 甚至还会用各种方式逼迫他去为李家做事 其中不乏自虐自残 甚至连以死相逼都有过 而他这人 虽说从小受尽生母虐待 后来又被带离颐和宫 生母与他来说并没有太好的回忆 可他还是挺心疼李贤飞的 因为他一直以为李贤飞是有病 是受了刺激才会变成这样 如果一直是好好的 没有精神失常 他就也会有一个相对美好和乐的童年 从前他问过李贤飞几次 每次问李贤飞都会发疯 寻死觅活说他不孝 要么就是动之易情 小之以理告诉他母族的重要 可是这么些年了 他真没看出母族的重要来 一切都还是要靠自己 非但如此 母族还隔三差五就给他找事 善后的事 他这些年都记不清做了多少 不过从前他也真没所谓 只是偶尔惦记起来就跟李贤飞问问 为何非得帮着李家 明明李家对他娘俩不怎么好 不过也就是问问而已 李贤飞哭闹了 他也就拉倒了 好像他从小到大 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多执着过 也没有很在意过 帮李家善后 人也杀过 财也结过 债也抵过 却没有哪一次如这次这般 在他心底掀起如此大的波澜 以至于他现在只要一闭上眼睛 脑子里就能浮现出白赫染 站在城隍庙的前街上 一脸的愤恨 一脸的迷茫 还有那四处寻找他的眼睛 都成了他摆脱不掉的梦魇 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错事 也是活到二十五岁 第一次遇着白赫染这种无亲无故 接触不多 却在每一次都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之人 他从未想到过 对于一个摆明了算计他 坑他银子的小姑娘 他可以笑着纵容 可以欺骗自己 就当是付给他的人命费 可是越到后来 又欺骗不了自己了 毕竟每每听到那丫头叫他五哥 他都会产生一种窝心般的难受 直到他将他困于阵法之内 他甚至都不想出来 哪怕面对那样的噩梦一遍遍重演 他依然想永远困在阵中 只做个锁头乌龟 因为他没一脸见他 君慕风收起思绪 重新看回眼前 舅舅 本王问你话呢 为何不答呀 李广年也有些火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五殿下这声舅舅 微臣也担当不起 是吗 君慕风点点头 那便只叫你李大学士吧 不过李大学士可别忘了 如今那夜城人可还在阎王殿里呢 你说 若是本王去提醒他一声 让他不用替李家守秘秘呢 李广年的眼睛也眯了起来 李家人都有这么一双狐狸式的眼睛 殿下这是在威胁我 哼 算是吧 就像你一直以来都在威胁我们母子一样 我威胁你们母子 哼 真是笑话 你们一个是贫位 一个是皇子 我哪来的胆子威胁你们呢 至于你母妃为什么要无条件的帮助李家 你大可以去问问她自己 问问她当年做过什么 给我们李家丢了多大的脸面 又让我们李家这些年 如何战战兢兢的活着 李广年真的怒了 手掌砰的一声拍到桌子上 小不是因为你们两个 我李家这些年可以活得更加坦荡 小不是因为你们两个 我李家如今的地位何止区区从二品 你还有脸来质问于我 不如省省精神去问问你的母妃 问问她当年做了什么好事 君木风看着面前这个舅舅 觉得她说的都是真的 一定是母妃有把柄握在李家手里 所以不得不无条件的帮助和听从 甚至要拉上她这个儿子 一起来服从李家的命令 到底是多大的事 能让义公妃为畏惧到如此地步 君木风站了起来 看了一会儿李广年突然就笑了 舅舅还是不了解我呀 从小到大 本王怕过什么呢 你又以为我对我的母妃有多深厚的感情吗 哼 若真的有 她也不至于终日抱这个布娃娃说话了 所以 你听着 帮李家做事 上一次是最后一次 你们再没有下一次的机会 威胁又如何 把握又怎样呢 如今你们自己尚且自顾不暇 大不了车船两番 本王何惧呀 那种狐狸一样的笑容又浮上面来 带着警告和轻蔑 看得李广年下意识地发了抖 是啊 他又何惧 那件事情一旦说穿 可就不只是李贤飞和白星炎两人的事 白家和李家全族也得跟着陪葬 可是如今白家出了个天赐公主 背后还有个十皇子 就凭着天赐公主如日中天之事 说他能保下白家也是有可能的 而天赐公主跟他那个爹本就不亲 关系早就随着生母的一头撞死而分崩瓦解了 到时候只扔出一个白星炎来了事 倒霉的就只有李家 在这场困局中只有李家才是书家呀 李广年面色惨白 爹坐回椅子上 连五皇子什么时候离开的都没有注意 只在那控制不住地想着 李家所有人被送上断头台 冷汗尽湿全身 君慕风走出学士府 竟带着几分轻松 撕破脸来也好 从今往后 李家就算是左上天 他也不会再插出任何一件事了 一个大从他出生起就在虐待他的母妃 他顾念了这么多年 也还了生他一场的人情债 都说他像狐狸 可狐狸一向狡猾 哪也活成他这般憋屈的狐狸 不过也不尽然 从前不认的白赫然 也没觉得哪里就憋屈了 随便拉着李家一把 也没觉得费多大的事 甚至这一次 如果要杀的是别人 他心虚也不会有多大的心理负担 毕竟杀人而已 又不是没有杀过 比起亲戚一场 比起所谓的母族 那些生命不值一提 可是偏偏就遇着了白赫然 就像是老天爷故意同他开的一场玩笑 竟就将他这个人吊在那个丫头的身上 甚至于走着一场就为了同李家翻脸 更甚至甘愿待在那大阵之中 现在从前过往的痛苦里面 一次又一次的轮回 再也不想出来 君母风想 这或许就是命吧 许是前世就欠了那姑娘 这辈子注定是要还债的 他渴了几声 随从品松赶紧上前来搀扶 那座大阵已经将他家主子折磨得不成样子 他一说想要养好身子 怎么也得一年半载 可再过不了几天就要往北韩之地去了 这样消瘦孱弱的身体如何受得了 表哥 有人叫他 是个女子的声音 君母风停下脚步回头去看 只觉来人有些面熟 像是他舅舅的女儿 可这是哪个女儿来着 见自家主子有些迷茫 品松赶紧提醒 是旧老爷的嫡刺女 月如小姐 哦 他这才想起来 是有这么个人 好像逢年过节总能见着 每次也都主动与她说话 可再多的印象却没有了 你叫本王有事 君母风神色淡淡 对这个表妹生疏得很 李月如有些尴尬 但还是走上前扶了扶身 月如见过表哥 嗯 她点点头 等着对方的下文 李月如心里有话 一时间却又不知该如何说起 好像这种局面也是常态 因为她每次见着这位表哥 都很有想通的多说几句的冲动 可每每站到她面前 除了问好 就都不知该说什么 品松见这位小姐拧着手指头搓着裙鞭子 脸通红通红的 话是一句也说不出来 再瞧自家主子 面上已经陷了不耐烦 怕是再多留一会就要翻脸了 于是赶紧开口缓解尴尬的气氛 那 那个 二小姐啊 您看 这天色也不走了 您如果没事的话 咱们可要回府去了呀 殿下近日身子不耐烫 也不能总站在这里吹夜风啊 李月如这才压的一声回过神来 然后赶紧开了口 不不不 我有事 我有事要说 我 她又纠结了一会儿 然后一跺脚 我是想说 在百花会上 我看到天赐公主了 君母峰这才有了些反应 却也指示道 你们都去参加百花会 见着了也是正常的 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是想说 我 我觉得天赐公主人很好 她将表哥困于阵法之内 应该是有原因的吧 话题一打开 李月如也没那么别扭了 语刺终于顺畅了些 表哥 我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恩怨 但是我也偷听到父亲说话 大人的事情我不好评说 只是想同表哥说 那天赐公主医术真的很好 她既已将你放出来 你为何不找她医治 如果表哥不方便去求她 我去也行 只要表哥你能好起来 月如做什么都是愿意的 君母峰失笑 吵她巧病 她整治了我 再自个儿动手把我给治好 那岂不是白整治了 天底下哪有这个道理和逻辑啊 月如啊 这种奇怪的念头你不要有 更不要去求她 否则一旦让本王知道 绝不会轻饶了你 李月如很害怕 但又觉得表哥叫自己月如 这很亲切 一时间心潮澎湃 脸颊就更红了 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主播小靠 这次在剧中演绎的角色是 中年坏大叔白星年 都给我去听神医毒飞 快去 中年坏大叔 藏西 vou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